今年你就是 今天是15年啊 说到看亲子 想必很多人都不陌生 她不仅长相清纯 演技也是很在线 自出道以来 也是出演过很多的影视作品 可以说是一位很有天赋的女演员 而看亲子如今也已经32岁了 而她还参加了我家那闺女 这档节目的录制 在节目中 看亲子则邀请了好闺蜜来加力 可以看出 看亲子是一个很好客的人 而在吃饭的时候 看亲子则提出了自己的择偶标准 表示自己和叔叔的和 而闺蜜则是立马回答我也是 于是看亲子则表示 总感觉相亲平台有骗子 还是得周围人介绍 而闺蜜这时则表示 咱都多大了 72的也行 而看亲子在听完后 也是叹了一声气 可以看出 她对自己的年龄也是无奈的 而在吃完饭后 两人则是坐在地上玩起了游戏 而看亲子这时则感慨 买不起上海的房子 就租房子 不是也挺好的吗 不得不说看亲子是一个很恶观的人 而闺蜜则安慰 可以给彼此男朋友般的关爱 大家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就关注小罗讲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